各位家长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愉快的性格是成功的灵魂这个题目 我们等一下会举几个幽默的故事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也一起来学习这些人 他们幽默的智慧 以前法国有一位总统 他的名字叫做戈达 他一向就是以极致 机智 出名 曾经有一位英国的太太 就问戈达总统说 请问听说法国的女性 都比其他国家的女性还要迷人 戈达总统他就说了 当然巴黎的女性 她20岁的时候 就美得像一朵玫瑰一样那么的灿烂 到了30岁的时候 就像情歌那么的迷人这样子 到了40岁的时候 她就更加完美了 所以这个太太听了之后就问她说 过了40岁 那这个戈达总统就跟她讲说 你不知道吗 巴黎的女性即使是过了40岁 但是她们看起来就是不会超过40岁 这样子这么巧妙的回答 相信让很多的女生都希望能够当法国的女人 永远都是那么的美丽这样子 那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顾维钧先生他出使了我国当了美国的驻美公使这样子 那有一次在华盛顿国际的一个舞会当中 她就跟一个美国的小姐共舞这样子 那在共舞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小姐就问顾维钧先生说 那请问你啊 你比较喜欢中国小姐呢 还是比较喜欢美国小姐 那顾维钧先生呢 他也回答的很妙 就跟他讲说 只要是喜欢我的小姐 我都喜欢她 所以呢 能够面面俱到啊 这正是一个外交家的本色这样子 那呢 当然啊 很多事情的发生啊 好坏并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呢 就是呢 我们从哪个角度呢 去看 去切入这样子 那丘吉尔首相啊 有一次 他在那一场公开的演讲当中啊 他就呢 从台下呢 传了一张字条上来 那这个 这个哦 丘吉尔首相呢 他看了一下 哇 这个字条里面呢 就只有写两个字 就写了笨蛋 这两个字 那丘吉尔先生啊 就知道说 台下呢 有反对的这个声音 甚至呢 传这个字条啊 就是写了这样子 不好听的话 可能呢 就是等着看他 等一下呢 出糗这样子 但是呢 丘吉尔先生呢 他的反应呢 却非常的快 他却是呢 跟大家说 我刚刚呢 说到了一封信 但是呢 这封信的 写这封信的人呢 他只记得署名 但是呢 忘记写内容了这样子 所以呢 这样子呢 把这个哦 不快的这种情绪呢 很快的就把它转换过来 反而呢 用幽默呢 来呢 化解了这个不好的气氛这样子 所以呢 这真的是呢 高招啊 所以呢 幽默的智慧呢 它并不是一定就是能言善道这样子 而是一种呢 快乐的成熟的生活态度 有时候呢 能够呢 掌握它 然后呢 把那智慧的这个结晶呢 把它展现出来 让呢 自己或是呢 生活周遭的人呢 都能够呢 得到快乐这样子 那有一位呢 致命不凡的年轻人啊 以前 他就拿着呢 自己的作品 认为说啊 他的作品呢 非常的不错这样子 然后呢 就请呢 这个 请一位呢 很有名的 这个文学家呢 来评分啊 看他写的这个文章呢 写得好不好这样子 结果呢 这个呢 文学家呢 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他就呢 在这篇的文章后面 批了呢 一句的这个评语 他写什么呢 他写说呢 此文有呢 双锤雷骨之声这样子 哇那大家看了这个评语啊 都以为说 这个文学家 认为了 这个书生 他写的这篇文章 写得很好这样子 那呢 这个年轻人呢 他也痒痒的得意啊 遇到了别人啊 就呢 把这个评语啊 某某大文豪 对他这篇文章的评语呢 就拿出来炫耀这样子 那有人呢 就看了他的文章之后 就跟这个大文学家讲说 他呢 写的这篇文章啊 根本呢 就不通啊 不通顺这样子 为什么呢 你给他的评语啊 这么的好 那这位大文豪家呢 他就说了 他就笑笑的说 你们呢 根本都不知道呢 我这句评语的意思这样子 因为呢 一个骨锤 锤下去 就是呢 通通通的声音 那双锤脊骨呢 就是呢 不通不通不通 所以呢 这个文学家 他不好意思呢 评语说 他这个年轻人啊 他的文章 不通这样子 结果呢 就用了这么好的 一句呢 这个评语来表达 结果呢 他里面呢 写的评语的意思呢 就是不同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呢 不通顺这样子 那在呢 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呢 文学者 他也是一个 很有名的书法家 就是呢 石炎年先生 那石炎年先生呢 他的性情呢 非常的豪放 而且呢 他很善于呢 那个谈笑啊 言语当中呢 非常的诙谐这样子 那有一天呢 他就乘马去游呢 豹宁寺这样子 那乘马的过程当中呢 不小心 他就从呢 马上呢 就摔下来了这样子 那随时在他旁边的人呢 就很紧张啊 那路边的人看到了呢 也非常的紧张啊 大家都围过来看啊 看这个石炎年啊 这个大官啊 是不是呢 会骂这个水虫这样子 结果呢 他这个仆人啊 把他扶起来之后啊 他呢拍拍他的呢 衣服啊 然后呢 大家都很紧张啊 哪怕说呢 他把这个仆人呢 骂得一头 骂得一头糟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石炎年先生呢 他却是呢 非常的有修养 而且呢 非常的风趣啊 他就呢 跟这一个仆人讲啊 讲说 还好 幸亏呢 我是实学士 如果我是瓦学士的话 哇这一摔 可能就摔碎了这样子 那旁边的人呢 听了这个石炎年先生啊 他这样子 这么诙谐的比喻之后呢 大家都笑得 非常的开心 本来呢 这个仆人也很怕 怕说因为他的 不小心服事啊 让这个主人呢 生气这样子 但是呢 因为石炎年先生 他的豪放的个性 非常的诙谐的 这种言语啊 来化解的 这一场的不愉快 这样子 他说还好我姓石啊 所以是石学士啊 如果是姓瓦学士的话 那从马上摔下来 就摔碎了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 故事啊 就是说 有一个英俊的 美国年轻人 有一次呢 他出游 那就住在呢 这个旅馆里面 那他呢 不小心啊 就走错房间了 那走错房间呢 没有敲门呢 他就进去了 结果呢 进去房间之后呢 就看到了一位老太太 哇 他自己才想到说 他自己走错房间了 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对这个老太太 就很客气的 对这位老太太呢 跟他说 非常的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定 我一定